公屋醜聞前繞半世紀,名部專訊,啟程村食水養本驗出含原量超標,責任誰屬? 原因何在,至今仍然沒有微目政府把責任推給水喉承判箱, 但承判箱又只不在香港製造的建築組件它不能控制, 並明然有人卸責,矛頭直指水務處經常把民生無小事掛在嘴邊的特區政府, 面對這樣一宗關乎市民健康的事件,自然不敢怠慢, 政府已成立了專責委員會調查在程村市防委會下下的公共屋村 共六藏5204個單位 2013年8月入伙這次驗出食水養本含原的單位數目不多, 但如果遲遲都未能找出問題源頭,整個村的居民都會要求驗水, 涉及的人力物力不少,更重要的是, 其他政府屋村假如都懷疑水質有問題而要求政府問責, 房署將窮於應付公屋爆出醜聞,其來有致, 近十多年已很少再出狀況,啟程村食水含原風波一起, 令人回想過去公屋先後爆發過的幾宗大事件房署監管流動百出要追溯的話, 六十年代的鹹水流,以及偷工減料嚴重導致石屎強度低於標準, 可算是最早期的公屋醜聞到80年代初, 由葵聰葵方村被揭發樓宇結構有問題, 到1985年11月21日政府公布共有577座公屋結構不合規格, 其中26座更遠低於標準, 雖即時清拆,事態嚴重,廉署也介入調查, 最後拘捕了成建商回歸之後, 最驚人的公屋醜聞是在1999年開始發現的公屋短裝, 2000年1月房署宣布要暫停兩座樓的工程, 後來更決定拆射上述幾宗都市大醜聞, 其他環有更多涉及貪污受賄的工程外判事件, 都反映出房署作為公營房屋唯一的、 也是最大的發展商,在外判、監督、 管理公屋工程方面,一直以來都存在各種 流動公營房屋佔了香港房屋總數的一半, 大部分都是由房署負責的公屋, 到底在連串醜聞背後, 公屋是否有結構性問題而導致風波不絕? 趁警長齊密論。 嗯... 老爺是富翁。 感谢观看